《大圆满前行》 我们这次讲《大圆满前行》的同时也要修行 修行的内容是根据无垢光尊者的 《信心修习实修法》的内容来给大家传讲 先我用简单的语言 给大家做每天的修行 引导法义 接下来过后我们要共同地修行 就是共同地修行 所以一般来讲每一个引导法 修行法 两三天当中希望大家一定要观修 观修的如果因缘 时间全部居住的话 那么每天四座 如果实在不行也是每天都是修两座 就是这样的修行要不断地下去 仅仅是我们理论上知道 而没有心里面想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每次修行的时候 首先应该对上师三宝有虔诚的信心 以这样的信心的基础上念诵《皈依戒》 平时我们《开线解脱》段里面的 《皈依偈颂》也可以 或者其他传承上师金刚语的《皈依戒》 然后完了以后要发心 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就是我要修行大圆满前行法 就这样一边发心一边念诵法心的偈颂 然后反反复复地自己观想 我这次没有堕入到八无侠当中去了 如果我转生到八无侠里面去 那不但没有修行的机会 而且连真正珍贵的人身都是得不到的 所以反过来说我这次获得了 这样下满的人身非常地欢喜这样来想 八无侠大家也应该清楚 如果我们转生到地狱里面去 汗地狱和热地狱每天都是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汗热的痛苦那根本不会有任何修行的机会和时间 不可能有的这个道理大家也心里面一直想 这个没有什么不会想的 幸好我没有转生到地狱 地狱里面肯定没有修行的机会一直这样想 然后过来之后哦 幸好我没有转生到饿鬼里面去 如果转生到饿鬼里面去 那饿鬼每天都是感受饥饿的痛苦 根本不会有修行的时间这样想 然后又想到我这次没有转生到旁生当中去 如果旁生里面去的话 那旁生每天都是互相担饰 被益饰 或者人类被它破害这样以后 根本不会有修行的机会我们身边的这些牛 马 羊 大雄猫什么这些旁生世间人认为是比较好的动物 也不会有修行的机会 所以我这次真是很开心没有转生到饿鬼当中去 同时又想到我如果转生到长寿天里面去 长寿天每天都住在五年的禅定当中 寿劫也是不可能行过来的 所以我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 最后长寿天一般生一个邪见而堕入下方的 所以我没有转生到长寿天非常的快乐 心里面反反复复地应该这样想 然后我想我这次没有转生到便秘的地方 如果我转生到便秘的地方那佛法的光明 佛法的闻思修行 教法 正法什么都是没有的 这样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 然后我这次如果转生到一些外道里面去 那外道平时相续都是被各种可怕的邪见所束缚 而没有修行的机会 但是我这次的确也是转大人身并且具有正见的 因此也很欢喜如果我转生到一些安劫 佛没有出世的连三宝的名号也是听不到 那我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 但是我这次佛法兴盛的明界当中真是很开心的 然后又想到我如果转生到营丫 也就是说一根不具足的这样的人到当中去 那不可能堪为发起的 可是我这次的确也是转生到人间 而且自己的六根全部具足 应该生起极为的欢喜心 这就是我们以前也是反反复复讲过很多 把无瑕没有空闲修习 而我没有转生到无瑕当中 有现象 有时间 有空闲修行佛法 这一点我看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什么不会想的 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大家一起想 地狱 饿鬼 旁生 长寿天 遍避人 还有外道以及营养 安劫 这些里面没有转生 而我转生到真正有佛法兴盛的地方 真的实际上也这样的 你们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想 你好好地想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不能学习佛法的辨别地 很多地方是比较多的 但是包括起来应该除了这八众众生以外 没有一个不包括的全部都可以 所以我幸好这次没有转生到这些当中 如果转生到这些里面 绝对不可能修行佛法的 尤其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连三宝的名号都听不到的 一些辨别的大城市里面的这些人都非常可怜 幸好我没有变成到他们的人群当中去 一直心里面这样想 这种欢喜心我看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下面我们这样一起观修 观修五分钟以后再回向善根 我这次所修的善根回向于所有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我们通过这样修行以后真正能找到一种感觉 如果你没有这样修持光理论上的话 恐怕找不到感觉所以大家共同修行 感谢观修行 好 观修方法还是不断地修一天两三天 修的时候不是做禅 那个时候有些人也不要安住于无念当中 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思维 要思维 很多道理你就想吧现在外道那么多 我不可能如果我转生到那里 我吃一个邪见者多麻烦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道理就心里面一直 真的是很麻烦心里面这样可以想 比如说我们现在便秘的人在城市里面那么多的人 我要这样学佛遇到真见的 真正有空闲修行的人没有 你看社会上那么多的忙忙碌碌的 所以你把每一个问题自己好好地在内心当中去想 想的时候你就会自己真正感觉到 这个不是口头上说的人生难得 你以后你看见那些人群的时候 看见一些大城市里面的人或者看见旁生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哦 我幸好没有变成这些 我们如果以前没有修的话 我们看见旁生也哦 这是理论上说的旁生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感觉的 如果我们通过很长时间这样修行以后 看见旁生的时候就知道人生难得很不容易 看见一些不信佛教外道徒的时候就知道 哦 我这个心获得了下满人是不容易 所以每一个引导的内容不是 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什么都不观想 这样什么分别念都不起我们这次不是这个要求 一定要把内容先最好看一下 修的时候不用看里面的内容基本上你就清除 清除以后你再继续思维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上师们以前修加行的时候 反反复复地这样想 后来在实际生活当中它会用得上的 所以我们这次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得到一些感觉和感受 我觉得大家共修和自己一人修行的力量都是很大的 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分别念特别奇怪的 不一定能收回来经常好像忽思乱想会有这样的 但是长期这样就不会有这个困难 我都有时候刚刚城市里面回来讲第一堂课的时候 好像心就收不回来一样的感觉 讲了两三堂课以后这个感觉就比较不错 所以你们刚开始一两次入定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困难 然后慢慢慢慢会得到修行的境界 所以麦彭仁波切也是先观察修然后再按住修 所以现在我们这样的修行叫做观察修 分别念来进行修并不是心要按住心里面一直要想 一会儿可能你的分别念过去 那个一会儿又收回来又强迫地让他在这个道理上进行思维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行 好 下面善根回向给一切众人 说咱们得理善根回用自行为 既 ank也得懂 Carl Sa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